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我们上节课最后讲的部分是Square Wave Atomacy 一般我们就叫方波 Square Wave Atomacy 这边要求同学呢 你自己会去画Potential Wave Form 怎么去Generate 去产生一个所谓的Square Wave Atomacy 所要的Potential跟时间的一个关系 那在课本的这个图的说明里面 它是叫做Exactation Signal 那我们一般的叫做Potential Wave Form 电位的跟时间的一个关系 它基本上还是在一个Linear Scan 因为它是要用电脑的Software Program来产生 所以它只能用Square Case 来产生一个接近Linear Scan的一个效果 那么然后在这个每一个Step 每一接上面呢 就是一个周期 我们加一个Square 最后产生的效果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的波形呢 比这个Different Pause看起来应该要更简单一点 没想到它效果呢 比这个Different Pause还要好 所以这是它的Potential Wave Form 那么这个地方你要知道 有关时间方面的周期了 然后我们去量电流的 一个是Forward 一个Reverse 量两次 然后取它的Difference 那电位的话就是一个Square Case 它每一个周期增加多少电位 然后呢 它的Square Wave本身 它的电位拿少 就这几个变数 那么结果如何呢 结果产生的 如果看的是Data I 一般我们直接就看Data I 的话 Data I 的话 那么它也是一个Pick形状 因为它是I Forward 即是I Reverse Forward即是Reverse 所以Data I 呢 仍然是一个Pick形状 Pick形状 那么这个呢 因为它是一个Pick形状 所以它在 如果就同时呢 去测好几个成分的话 你会出现好几个Pick 那一个Pick跟另外一个Pick 要分开多远 你可以 很有自信地说它是两个 而不是一个 那么只要分开50个miniVolt 或者0.05V 所以这一点跟Different Pulse一样 另外呢 它的Detection Limit 跟Different Pulse也是一样 所以这两点 Square Wave跟Different Pulse 可以说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比Different Pulse更好的地方 是它的速度快 它Scan Rate可以快到1秒钟1Volt 所以你做实验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东西就做完一个实验了 Different Pulse 通常要1分钟以上 这一点速度呢 Square Wave 是比Different Pulse要好 那所以说 目前来讲 哪一种Voltimetry的方式呢 效果最好 应该就是Square Wave 是Square Wave 方法里面最好的 但是在仪器上面 它也比较贵 那我当然不晓得为什么 因为就目前来讲 Different Pulse 跟Square Wave 都是用软语来写嘛 所以 但是不晓得 我们在买仪器的时候 Square Wave 有这个功能的话 要更贵 所以这个不晓得为什么 这是Square Wave 那另外一个坐标的话 这个重度标 基本上就是电流了 因为它并没有给它一个单位 但是没有单位的一个Current 就是这个是一个理论上 那么跑出来的 所以你看下 横坐标的话呢 它也不是一般我们的坐标 它是用N乘上 E-1Hab Vivolt 所以这个0的地方 就相当于说 你施加的电压 是正好等于E-1Hab 所以在这个坐标 横坐标里面 0的话代表的是说 你的电压 前面这个E 是施加的电压 它正好等于E-1Hab的时候 相减就是0 但是0的话 正好就是它的Big Potential 所以他这个坐标 这样表示意义在这边 在课本的说明上 这个是他 发表官Square Wave 做出来以后 当然是他跟他的研究生 就是Robert Oscar Young 这位先生 他跟他的学生 这位先生 我们他的照片看过了 他跟他的研究师 发展出来这样一个Square Wave之后 就发表Paper 这个Paper里面的 这个是一张图 他在第一篇 一Square Wave发表出来之后 他附了一张 这样一个图 来说明 Square Wave 我上面去看到的是 应该是什么样的形状 这个Chunin Curran在这个地方这里 另外这边背本有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另外一个坐子 也是Osk Young 是他的太太 是他的夫妻党 他们两位都是分析化学界非常有名的学者 也都是做电分析化学 夫妻党 那在科学界里面 很有名的这些夫妻党呢 当然第一个是君理夫人跟他的先生 物理工化学 那这两位也是 那在国内也有很多的夫妻党 也是很有名的 那像中央大学啊 这边有没有人考上都在大学 中央大学那个 现在是教育长李光华 他是化学系的老师 另外他的太太呢 是清纳化学系的现在的系主任 王树 那他们以前是我的学弟妹 四大化学系 我去当外面会当助教的时候 他们正好是在你们这个年纪 化山 我在他们的一期分析助教 那他们那时候就是班队 所以我们带着我们蛮多班队 我们希望你们继续啊 继续在化学 化学界呢 继续加油 将来变成夫妻党 科学界啊 化学这个领域里面呢 成名了 这个夫妻党 他们在化山 当他们助教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两个就很杰出 非常用功 那我在讲解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错啊 他们跳出来 我这个地方好像有问题哦 害我都不太好意思了 不过这个是印象深刻 当过他们的助教 OK 好 顺便讲一下啊 因为这个夫妻党呢 在科学界蛮多的啊 我们班上很多的这个班队啊 这个很好的事情啊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 啊 虽然所有不他命水在这个 不他命水在这个 不他命水这个技术里面啊 十佳电位方式里面 它算是最好的啊 那但是在电话学分析方法里面呢 针热极限最低的 一般人叫做最灵敏的啊 就针热极限可以测到最低的方法呢 还不是我他命水本身啊 就不是这个 square wave 我他命水本身啊 而是一个技术 我们叫做stripping vatimetry 拨出反法 stripping vatimetry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介绍一种 analytic stripping vatimetry 那么它是最早 被开发出来 也是应用了最广的啊 一个stripping vatimetry的方法 analytic stripping vatimetry 那翻译是阳极波署翻译法 那理论上翻译应该更好的翻译 叫做氧化波署翻译法 可是一般现在中文翻译名称 对 一般人就这样翻译 还是这样翻译 阳极波署翻译法 简称ASV 那各位看一下 它的真正极限啊 十二负九十方molar 比一般的这样的扫完 一般的watsami现在扫完 可以降低大概两个order 降低一百倍的 而这个 你才说得没有 要比一般的 UV当然好很多了啊 AA呢 可能也会比AA要好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 unnel streaming vatimetry 它会有这么低的一个真正极限呢 原因呢 就是说 在我 做的过程里面 我们用这样一个方法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步骤 相当于是运浓缩 preconletration 所以我们这样一个电话学的 分析方法里面呢 我的过程里面呢 有一个deposition的过程 它的效果相当于是 我们话学里面的叫做运浓缩 preconletration 所以可以把熔业里面的分析物呢 它把它浓缩在一个更小的体积里面 就让它的在小体积里面呢 它的浓度啊 要比在原来的浓度呢 要高上十倍 一百倍 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它的浓度变成 提高了 就是你分析的浓度呢 就变成原来的一百倍了 所以你的detention limit 可以下降一百倍 所以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个deposition的过程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anatic stripping botanity的方法 那么怎么做 那在我们的一本实验里面 第二个实验 我们要分析红酒里面的千离子 就用到的是这个方法 用到的是这个方法 那如果说不用这样一个方法的话呢 红酒里面的千离子浓度 事实上不是很高 大概在二十个PPP左右 这么低的浓度的话 用一般光是在 裸茶没水 可能做不到 就测不到 所以我们要用这样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里面呢 基本上两个步骤 那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叫做deposition 就在这个图的坐标上面 第一个步骤就是deposition 我们翻译成成基 或是电成基 那deposition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整个系统里面 还是Excel 里面你的sample 跟你的electroly 一样的 然后三个链级 有搅拌子 那我们第二个实验 是用rotating piece intellectual 基本上就是搅拌的意思 那进入这个deposition的过程里 我们有些 什么样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第一个我们要施加电位 在walking left上面要施加电位 那这个电位就是我们这边 potential waveform 这个电位跟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施加一个还原电位 够负的一个还原电位 那么在这个电位之下呢 可以让你的分析物离子 比如签离子 那在这个电位之下呢 能够被还原 这个很重要 我们施加一个还原电位 够负的还原电位 让你的分析物离子 在这个电位之下能够被还原 这个第一个 那么我们的walking left 通常用的是什么样的材质呢 用的是拱电极 你直接是用拱电极 那就要用 不能像第一个实验 拱第一次在掉 那不行了 比方拱电极是一滴挂在那边 从头挂到尾 什么叫做hanging 挂在那边的一个 mercury drop the electrode 拱低的话可以 就是一滴挂在那边 整个实验做完 才能把它敲掉 所以拱电极用 hanging and mercury drop the electrode 可以 那我们做实验是用 mercury film的 electrode 是在grasic carbon的电极表面 度上一层 也是电层机 电层机一层的mercury film 所以让它表面有这个拱模 那么因为它是拱电极的特性 那么所以在这个副电位之下呢 你的分析物理植被还原之后 它可以融在这个拱里面 可以融在拱里面 形成缝合金 那时间多长呢 你自己决定 如果你的浓度很低的话 就要长一点 文献上报道的最长的 我看到过一小时 从此做这个过程的position 一小时 那像浓度高的话呢 你可能两分钟就可以了 两分钟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这是你施加电位 然后多少时间 打折的意思是 你自己控制的话 多长你自己决定 然后融业不是禁止的 我们融业在这个过程里面 搅动的 是stir 搅动的一个融业 目的就是说 让你的diffusion layer非常薄 所以这个电力表面呢 因为够负啊 电位加在那边 分析物在电力表面 在这个电位之下呢 它的浓度始终是零 靠外面的融业里面的分析物呢 diffuse过来 所以我希望你的diffusion layer呢 越薄越好 所以它的diffusion rate呢 可以越快啊 可以增加它这个 成绩的速度啊 这是deposition 一个电位 一个时间 还有融业呢 是搅动的工作电极 就是鞍膜电极 或是hanging micrope drop 那它的效果是什么 效果就是把融业里面的这个 签力 从融业里面呢 把它还原到电力表面去 还原到电极 那我的电极 如果膜的话 它非常薄 而且非常小 所以它的体积 我膜的体积非常的小 那它从一个大的融业里面呢 持续的把它还原到 那个小体积里面啊 所以你去看 在鞏膜里面 比如diffusion 你去五分钟之后 鞏膜里面 你的签的浓度 还原太 这个签原子 它的浓度呢 往往是在融业里面的 跟融业原味的浓度比起来的话 它高上很多倍 一般人讲说 至少百倍以上 只是它有这个浓缩的效果 那么在这个diffusion过程里面 你不做记录 你不做记录 所以当你这个diffusion先到 那么你要进行下一个步骤 我们叫做stripping 我们要进行第二步骤 我们叫stripping 把它重电于表面了 重新拨出下来 融下来 叫stripping 那么这个时候融业要禁止 所以在进行stripping之前呢 通常融业要禁止 十秒钟以上 融业要禁止 是第一个 融业要禁止 第二个呢 那么电位开始要 从1.0V 在这个例子里面 付1.0V 然后往正电位方向scan 往正电位方向scan 那么目的就是要把它 还原在拱膜里面的 这个金属呢 把它氧化下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电位呢 要往正电位方向scan 那往正电位方向scan的方式呢 你可以用最传统的 linear scan 也可以 早期的时候 都是用linear scan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 befriend pause 没有score wave 现在你们 这个 已经有这样的仪器出来了 那效果最好当然是score wave 所以看你的实验室 什么样的仪器都可以 效果最好是score wave 所以你实验室里面 仪器比较老旧一点 就是linear scan 三种都可以 从那个负电位呢 往正电位上scan 那么scan到你的 还要在电机表面 这个金属呢 到它的氧化电位的时候呢 它就会被氧化出来 氧化出来 所以你会得到 这个时候啊 你去 记录呢 你的votomegram 电流跟电位的关系 从负一点0V scan到0V 在scan过程里面 看你分析物原来是 什么样的离子 在这个离子里面呢 原来有隔离子 有隔离子跟铜离子 在负一点0V呢 它们两个都可以被还原 同时被还原在电机表面 然后电位时间过去的时候呢 隔离子啊 它的这个氧化电位 应该说它的氧化电位呢 是负0.65V 你看看到隔离子 铜的话呢 它不是负0.1V付近 所以你可以同时测两个东西 得到的就是 两个b 那一样的从这个 pick 它的potential 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样的离子 电流大小 pick current 跟浓度成正比 就可以定量 跟这个定性 建立用 好吧 那么这个是 木杰电飞计划这样一个 技术里面 如果说灵敏度最高 或者说真正极限最低的呢 就是stripping botanetry 那stripping botanetry里面 它又分了三种 我想我们不要去增加同学的困扰 我们就介绍一种 目前应用最广的一种 这一般的金属离子的话 就是用的是analyze stripping botanetry 所以这个名称的话 stripping 就是因为你在 记录的过程里面 它是 从电机表面 再重新的 这个融回来 所以叫stripping analyze stripping呢 因为我们在 stripping过程里面 电位的方式是 约额症 那这个stripping呢 是 氧化 你看到的stripping过程呢 它是一个氧化反应 所以叫做analyze stripping botanetry 当初这个发表 第一篇配备的时候 这个作者 给他取的名字 就叫做analyze stripping botanetry 这个名字呢 一直沿用到现在 蛮好的一个名字 同学没问题 应用最广的 那 这样一个技术呢 它可以同时的 一个实验 一个 一次分析里面 它可以同时分析 多种的元素 像这个 很好的例子 氢 这个 这个也是 比较特别的 加 那么现在半导体 用的蛮多 加 一般平常很少 见到的一个东西 氢 隔 铅 铅 铅 早期的时候 这四个元素 氢隔铅 铅可以同时测 这个相对于A来讲 A呢 它每次只能测一个元素 对不对 那这个 一次可以测四个元素 而且它的灵敏度呢 真的极限 比A好 所以 在75年的 应用在70年代 这个方法就被开发出来 应用在哪里呢 那当初最早的应用 是应用在海水分析 海水分析 对A来讲是困难的 因为海水里面 绿化钠 盐分太高 一烧就把那个烧 那个燃烧头就把它堵起来了 那所以 但是这个 海水来讲 绿化钠 浓度很高 所以你可以不要加任何的油来抽 直接就用 直接就测 所以它这个 早期应用 应用在海水分析上 好吧 我们再继续看 同学没有问题 对不起 你的问题是 为什么 播出的时候 容易要禁止 因为这个 容易不禁止的话 一直在动 你在测的时候 这个noise就很大了 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做实验的时候 这个容易都是禁止的 在测的时候 在记录的时候 所以我们容易要禁止 只要动的话 那你的这个测到结果 moist会比较大 就是一个原因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学长 学姐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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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那 应该再继续往下看 这个是贝多芬的 各位都知道了 他的九大 家长曲 没有名字 那各位也知道 他脾气不好 所以他身边的人 朋友其实不多了 很多人都怕他 那 各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那很多人是说 现在 就是说 贝多芬是牵中毒 认为他是饮酒破量 然后牵中毒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多的症状 晚年的时候 他这个胜不好 就是腹水 肚子很大 跟拿破仑一样 肚子很大 最后死的时候 肚子都很大一个肚子里面 很多水 腹水 很多水 那就是这个胜不好 那各位也知道 他这个晚期的时候 是耳朵聋了 耳朵聋 然后他可以完成 他地球交上去 而且上台去指挥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为什么可以知道 他的 我们推测 他可能是牵中毒呢 因为他有头发 他的朋友呢 他这个过世的时候 把头发剪了一措下来 留下来 头发的分析 结果发现 他里面牵的含量 高于正常人的 几倍 42倍 比方正常人高 所以这样推论 那他又喜欢喝酒 那牵中毒的症状呢 当然是中速神经所受到影响 是会头痛啦 然后 这个是腹泻等等 这些症状啊 跟 这个牵中毒呢 是蛮像 那么所以 我们有这样推论 那为什么他 牵中毒 那他的来源是在哪里 有人推论啊 是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酒里面会放一点签 让这个酒的喝起来 不会那么涩 当那个时候不知道签毒 签很毒 那现在他应该是不会 故意放签 那但是你们做实验 对不对 我们也是分析红酒里面的签 你们班上应该有一半 什么也都做过嘛 你们分析约来结果 签龙的多高啊 做过没有 还没做过 做过没有 总都没做过 啊 成那两个做过没有 多高啊 应该是二十几个PVP的 我们射出来大概 二十五个PVP左右 那这个签呢 不是故意加进去的吗 那不需要 反正在整个 做酒的过程里面呢 就 参进去了 那什么约在讲 那酒就不能喝了吗 好 酒就不能喝了吗 各位看一下啊 我们的饮用水标准啊 在这里面签 它的最大值 允许的啊 这个水 饮用水啊 它允许的签的 最大的浓度呢 是0.05 这是什么单位 所以相当于是50个PVP了 允许的最高的浓度 50个VPV 那所以这红酒里面签的这个浓度呢 还低于这个允许量 低于这个允许量 那葛的话 在自然界里面 葛应该很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允许量比较低 那这两个都是 都是这个有毒的重金属 那所以各位呢 你平常吃的东西 喝的东西 你不要认为这里面 什么都没有 不会的 它一定都有 所以喝的这个 如果真的是矿泉水 来自于山泉水 这里面这些金属力 都会有的 只是它的浓度 那么应该都低于这个标准 所以你不要期望 什么东西里面都没有 这个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OK 我们都学化学了 这一点要有了 OK 所以你平常吃这个鱼肉 鱼肉里面 尤其是那个 越大的鱼 它的寿命越长的话 它身体里面 累积的这些重金属 应该越高 但是一般来讲 都还合于这些标准 像狗的话 这边没有狗 在这边 两个PVP 那一般来讲 都应该还能够 符合这个标准 好 那我们这张 就应该讲到这边了 这张是很大的一张 在目前来讲 在电话学的应用里面 目前来讲 是越来越重要 所以我们这些方法介绍比较多 那在我们的课本里面 这个新版的 它有加很多新的东西进去 就是在尾巴 就是我们这张的最后面 那这些新的方法跟技术呢 就在水平之后 有很多的新的方法跟技术 那它都跟什么有关系 跟这个小 这个电极呢 我们叫Ultra Microelectro 做得很小的关系 那么 我们所谓的Ultra Microelectro 就小电极的话 微电极的话呢 指的是你的直径 小于25个Micrometer 当你电极小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那么它有很多的特性 是大电极没有的 那在这个地方 我想我们不讲 就是我们研究所的科会这样 这个地方我想我们不讲 那但是它因为小 所以在应用上来讲 我们前面有提过 这么小的一个电极呢 你可以直接插在老鼠的脑子里面 这是典型的一个应用 直接测脑 老鼠脑子的一些 脑神经传导物质 以前介绍过了 这个没有问题的 这个目前呢 已经都很成功了 另外呢 它可以直接测一个大的细胞 细胞呢 直接插进去 测里面的这个组成 那就是因为它小 那么它小之外呢 它有些特性 另外它有些电话学上的一些特性 那这些特性都是优点 就跟奈米这个材料一样 它跟大材料不一样 有些特性 那这些特性呢 都是好的 那么这个就有用了 如果特性都是不好的 那就没有用了 跟小电极也是一样 那它有很多的特性 大电极是没有的 这些优点 那我想在这边 我们就不讲了 所以我们这一章呢 就讲到这边 好 就讲到这边 同学 有没有问题啊 那提醒同学了 我们下个礼拜四呢 第二期也好 所以同学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准备的话 你可能要去 开始要准备一下 尤其是第一岁考的 不是很好的同学 现在早点开始准备 那么为什么需要一个晨曦分离 这是一个分离的技术 原因就是说 我们很多的样理 它的成分太复杂了 你直接射 像电话学 你直接射 你测四个离子 你测四个离子 但如果说有其他东西存在的话呢 那它会影响到你测 有准确性 所以为什么需要separation 你用手机会 你的选择性 或者专业性不够 或者说 你要测的分析物之外的东西呢 这个机制存在会干扰 干扰当然就造成故障 虽然可以测到信号 信号并不准 那么这个分析完全没有能力 所以这些情况下 而且很多时候是 就真的就这样 你必须要先把它分开 然后呢 特别去测地 那目前 你再用的方法就是 很方便 那 Promantabic这个技术呢 从它发展的一个 的历史里面 你可以看到最早 1906 一个苏联的植物主家 它第一次呢 用这样的技术 然后 这个程序这个也是它创出来 它造出来这样的字 好 它的这个照片 年轻的时候 刚刚拿到片树 晚年的时候 过当中晚年 它也蛮年轻的 四七岁的片树 是蛮年轻的 这个苏联 苏尔 喜悦有长分析 好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那植物学家呢 他那个时候 有一个问题 是让他知道 那个叶子里面 应该有蛮多的摄数 但是有几种设徒 他想要知道 我们现在知道 有叶绿书 叶绿书 那他呢 就想要去把这个 单案找出来 那他用到的方法 现在的盘就叫 盘子 但那个时候 没有人这样做吧 但是因为想到 所以他又用了 一个管树里面 填充了碳酸盖 当做镜像 然后用这个二流化碳 当做动像 这是 这个期间 他做了一个 历史性的一个号 他讲了 回过的时候 听到最早 他用装备当成简的 190几年 很简单 这是一个 碗柱 分离碗柱 这里面呢 填充了碳酸盖 白色的粉末 碳酸盖 热力 然后上面呢 用的动像 把叶子把它 挪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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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在烧门里面之后呢 就直接加在这个最上面 然后用它流化碳 持续的 流起下来 最后他看到 在那个年代呢 没有 刚刚又有点 也没有照照相 照上进来 所以他先画 他自己描绘 就在他发表这个配合的时候 他画出来 所看到什么情况呢 看到 一个Tower 一个Tower 这里面呢 分了好多代理 那么是他发表的 他还发表这个配合 大家很高兴 就是成功了 做实验人呢 当然最高兴的时候 就是你的实验 跟你的预性 一样 成功了 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发表这一篇配合 所以他就发表这一篇配合 这个技术没有用过 我怎么去讲 这个技术叫什么 因为把这个技术呢 取一个名字叫做 我们现在是做成细 Chrome Photography 这个字呢 它是会并起来的 前面那个是Chrome Chrome呢 就是有颜色 就是一个颜色 那Graphic呢 是记录的意思 写下来 记录下来 就是Chrome Photography 他创了这个字 他在1606呢 那这个技术上 他发表之后呢 并没有很通 那么后来 陆系的人 还是一样 用他的 用游戏的信用游戏 在写字里面 那么最后呢 应用在仪器上面 就是在早期的时候 是机系这些他的作品 50年代 70年代才演到C 80年代 也是烧铁电流体 是个 那当然为什么说 机系会掀出来 然后再表现呢 那当然这个声音 会在表现的这个 整个仪器里面 有些零件 原件 那就是原件 像Pump 这个要很精力的解释 在那个年代做出来 所以当这个Pump 问题解决了 然后这个Detector 问题解决了 这样一个 组装出来的 一个零件 才会是 机系上 显然是比较 容易的 但是当面打开不可以 好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 整个 这个发展历程里面 还有是这样的历程 啊 1906呢 这位Russian的 知识学家 很幸运地 留意在心态 相关的 这个技术呢 在50年代之后 发展得很快 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就是这两个先生 我们在后面也不介绍 那他们发... 就是他们 发展出一个理论 叫做 Lay here 叫做 平安理论 这两个先生 的 这个 Sing 出来 他能够去解释 为什么可以分离 为什么可以做分离 分离出来 一个 理论的技术 建立出来 而且在50年代 的仪器出来 继续出来 所以后来到现在呢 这个 机械游戏 非常非常非常 好 那可以说 现在 有 一半以上的 这个飞机实验 都一定要用到 机械游戏 这样的技术 所以中间呢 会得到 Nuber奖的 那个 很多啊 这个 这边只有提到 1937到1972 就12位 这两个现在也因为 这个言论 那后来 陆陆陆续的 会议很多啊 近几年 很多啊 好 这是我们客人的 第一个 table 那他就把我们 介绍来 要讲的 所谓 Coffee的技术呢 不同的 不同的 分层有 GC Gas from the top Vacron Vacron 还有呢 Super Criple Fluid Vacron 有机器的RC SFC 如果这个课本呢 它漏掉 就像 SFC的话呢 它还是 Normal Face 是超明界的 螺子 是超明界的 是不可以 但是它那个 机器LC Normal Face 旧版的 新版的 肉调 显然是说 应该会行 所以 机器LC 跟这个 SFC呢 它们这些技术的 这个 密码和区别呢 是用 Normal Face 的不同的区别 機能 业子 跟超明界的 那这个表 对 第一次学的同学 当然都不认为 对 对 学长学姐 那这个表 非常好的一个 复习的 就看 你看 记不记 有机器里面 那里又有两种 LC里面呢 这边拖了一个 很多方法 所以这个 我们都会讲 那 各种的方法 都是机器 都是LC 不同方法 那么 他们上面在拿 Statial Face 不一样 那不同的 Statial Face 以及呢 它的作用也不一样 那么 这个是 很好的一个表 学完之后 你再来看 这个很好的一个 复习的 一个表 那么 对于第一次 你们 发生的同学 第一次看的话 我们对他们的教法 所以 我们就先这样跳过去 我知道 有三个 部分的 解析方法 每一个方法里面 有不同的 六分类 差别是在 Statial Face 作用里面 平衡作用里面 那这个是 一开始 我们刚问那位 苏联的 职务学家 他用的 其实呢 就是我们现在是 放一张 管住 里面呢 再装点了 Statial Face 基本上是 小的颗粒 放一盒 那个表面呢 放在你的 Statial Face 所以这个有 填充的 颗粒表面 是你的 Statial Face 直接放 放一个 一个 Face 然后 给我两层 A加B 放到最上面 然后 开始呢 进行分离 进行分离 进行分离过程里面呢 你要持续的 加 加你的 Mobile Face 也就是Ellen 流血液 或是 冲体液 Mobile Face Ellen 从上面 持续向它来 然后这样 你的Ellen 就带着你的 你的飞行 A或B 慢慢地重新 就是这个 反触的 入口端 慢慢地往下面 移动 在移动过程里面 A和B呢 跟静向作用力 不一样的话 A的作用力 比较小 它跑得比较快 B的作用力 比较大 跟静向作用力 比较大 它跑得比较慢 慢慢就分开了 慢慢就分开了 所以你的这个游戏呢 持续地加进来 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呢 它就盖着BFB呢 往这个 板处啊 静向 从这个 路段 慢慢往处移动 分开之后呢 我们看到 就是一个Bang 一个Bang 一个驱带 所以你叫做Bang 所以你叫做Bang 一个带 带状 或者叫做Rong 也是一个驱带 这两个意义都一样 所以你叫做Bang 或者叫做Rong 都可以 然后慢慢地 这个带下来 带上去后呢 从这个出货端呢 出货端呢 出货啊 那早期的时候 像那个早期的时候呢 不是在你出货端 直接放你的detector 你是把它收起来 我熬身收音短 或者说很普遍的 使用的一个 两边的纹路低 所以信号比较高 所以你吃到 也是这样的形状 所以这个形状 你就反映出来说 你在 你的Sample Room本身呢 它就是中间 中心的纹路比较高 两边的 前远后远 纹路都比较低 所以这个 我们记录到的信号 是一个平行信号 那它反映出来 在你管柱里面 那浓度分布应该是这样的 那这个浓度分布的话 你要自己可以想象 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 在想 可能是这样的 就这是一个 二氧化系 细筋 表面呢 做了 筋的薄膜 筋的薄膜 那 那 你的 OJ Electrum的 这个 Primal Beats 电子素 电子素的话 它吹是它 一直有电子素 这样扫过去 一直有电子素 不动 然后这个Sample 它们等底下移动 所以 你看到的一个电子素的一个伟迹呢 是像 Scan Linear Scan 那Linear Scan 那Linear Scan 过去呢 一样的 一样的 你要去 许点 哪一个位置呢 去取它的 去测它的 OJ Electrum 吃完之后 去Monitor 羊 跟精 它们的心化强度 这个心化强度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连续的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连续的 是连续的 那就是 我在Scan 过去的时候 去看这个 测到的OJ Electrum 里面 羊的信号 并 它的大小 金的信号并 大小 所以这个 距离呢 都是一样的 当你这样移过去的时候 当你 看 红线这个地方 羊比较高的时候 羊比较高 应该是在这个 鸡板上 金又比较低 我们吃完鸡 那 到了 金比较高的时候呢 羊比较低 所以在 这一个例子的时候 羊比较高 金比较低 可能在 蓝色区 而Scan 到金上面的时候呢 金就比较高 金就比较高 羊就比较低 所以它一样扫过去 得到这样一个 这个关系图的话 那么它就可以知道 在这样扫过去的 这个表面呢 它们 中间 哪个地方是 哪个地方是 这个金 它可以分辨出来 所以从这个结果 你可以推回去 表面它分布的情况 这是所谓的 Linear Scan 这边 这边 这边有没有低 没有低 没有低 那 那 我们 我们今天讲的这边 好 我们下一个段 就是我们 这一张里面的 电子光谱 这两个方法 就这样 下一个段 我们来讲 现实 好 下个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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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